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人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却未必知道 文术施力菩萨是佛门中 所有一切菩萨排名第一的大菩萨 也是十方诸佛身边的第一上寿弟子 因具足与诸佛无二无别的般若智慧 而被称之为法王子 在文书施力菩萨修行的过程中 曾经辅导过无量诸佛在阴地修行 更与本师释迦牟尼如来 结下殊胜姻缘 文书菩萨在释迦牟尼佛世灭之后 尊主带领一万多位小菩萨 来到我们中国 开辟建设道场 以便广作佛世 接应众生 补波折种 撒甘露雨 除猪杂草 使福会肥 顺重根性 随类显化 以期广大有缘能够早日圆满菩提 从而安住不生不灭 寂静清凉的极乐境界 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 去体会大智文书菩萨 为开辟五台山道场 解清凉时 降伏恶龙 显现化身 视线平移 点化离境等等 诸多惊心动魄之经历 从而能够清除心中的无名 降伏我们的傲慢 静而归依在佛门三宝座下 为涅槃案 浮惠广秀 静而安住在涅槃彼岸 不用再经历三接六道 无羞耻的轮回 真正过上圆满善力 大幅丰绕的幸福生活 十方三世 所有祝福 之所以能够成就佛位 绝对不是偶然的 而是怨行之必然结果 那文书菩萨 发的又是什么怨呢 为什么他的愿力 让在场的所有圣众 目瞪口呆 深目皆舍 而广为赞叹呢 话 得从两千六百多年前的 一次法会说起 有一段时间 佛陀 住在王蛇城 西蛇掘山中 与六万两千多位阿罗汉 聚在一起 这些阿罗汉 都已成功登陆 涅槃彼岸 心中再也不会生起 任何烦恼 得大自在 本心和智慧 都已经得到解脱 只有阿难一人 还处在学人地位 还没有征得 阿罗汉果位 在场的 还有以弥勒菩萨 为上手的 无痴剑菩萨 水天菩萨 狮子翼菩萨 日光菩萨等大菩萨 共有四百四十万人 这些大菩萨 都已经在 臣服路上 再也不会退转了 他们 通晓一切 陀罗尼法门 对世间万法 都东西一切本质 在忍辱和禅定方面 都已经达到 相当的高度 当时 还有大梵天王 带着数不清的梵天天子 与他画自在天的天主 及其眷属 四百万人 也都来到法徽现场 来到法徽现场的还有 兜率天天主 及其眷属 三百五十万人 夜魔天天主 及其眷属 三百五十万人 刀立天天主 士提环境 及其眷属 四百万人 皮沙门天王率领的 夜叉鬼神十万人 皮楼勒天王率领的 部中一千人 皮楼勒叉天王率领的 龙眷属一千人 提头赖扎天王率领的 一千名 前踏婆眷属 难陀龙王 婆难陀龙王 两兄弟率领的 一千眷属 等等天龙八部 这些天龙八部 都已经发愿求证 无上谷体 成就佛位 在布施 实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和般若 这六堵 波罗蜜中 都已在 尽心中 当时 前来 求法的眷属 恭敬围绕在 世尊周围 平心尽气的 恭听世尊的 讲经说法 世家谋理世尊 为他们讲述了 在此之前 故横河杀术的 阿僧底结的 娑婆世界前生 那个时候 这世界 名叫 山提兰世界 杰明山石 当时 注视教化众生的 使宝藏如来 当时 统治这四大 补助的 转轮圣王 名叫 吴正面 当时 在 宝海泛指的 劝话下 吴正面大王 和他的 一千个儿子 都发出来 誓愿成佛的 伟大理想 当时的 吴正面王 就是如今 西方极乐世界 教主 阿弥陀佛 他的大儿子 就是如今的 观世音菩萨 阿儿子 就是如今的 大世吃菩萨 他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如今的 文殊师利菩萨 当时 三胎子 在宝藏如来面前 是如释发愿的 世尊 我先前 供养佛陀 和僧团三个月 和我一直以来 在身 恐 意 三业方面的 清静修行 所积累的福德 如今 我都回想到 我未来成就佛位 我的愿望是 我也不愿意 在不尽世界 成就佛位 也不愿意 迅速成就佛位 我心菩萨道士 愿我劝化 十方无量无边的 诸佛世界 所有的众生 发愿求证 无上正等正觉 按住于 求证 无上正等正觉 劝化他们 按住实施 不识 忍辱 持戒 精进 禅定 和世出世间的智慧 这六种成功的 种种修行 愿让他们 比我现在十方 如恒河杀术佛世界中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成就佛位 让我 能以清净天眼 看见诸佛 才将近书法 愿我为菩萨时 就能够光作无良福事 我与来世 我与来世 修行菩萨道士 没有止境 我所教化的 所有众生的信念 请进程度 跟大帆庭的人 一模一样 只要有众生 能够生到我的世界里 他们 都必尽成佛 我的意愿是 我要把 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横河杀术的 那么多的佛世界 整合成一佛刹 那世界的周围 全部用七宝建设的高墙 高耸入云 直到无色界 那世界的大地 没有任何尘 土 石 沙 荆棘等 使人感到不是的 慧恶之物 全都是 以水晶和琉璃为大地 我未来臣佛的世界里 没有女人 甚至是连女人 这个名词 都没有听说过 一切众生 都是自然化生 他们 都以法喜 和禅定 为饮食 不是一切 有形之事物 当他们 来到这个世界 刚出生时 就须发自落 穿上袈裟 刚有食欲 右手就出现一个 装满微微佳肴的宝泊 那宝盒里的香气扑鼻 迷人肺腑 这菩萨 看到这香气 弥漫的宝泊 心里就想 我应当 以法喜和禅定 来作为事物 我不应当 吃这些事物 应当 把这波饭 送到十方世界 去供养诸佛 以及他们的弟子 或者 是布施那些 贫穷人家 还有那些 整天 整年 整劫中 被极可折磨的 嗷嗷之脚的恶鬼 念头刚落 这些菩萨 及时就得到一种 名叫不可思议性的 三美神力 凭借这神力 于一闪念间 就便有十方 无量无边的 现在佛助所 将这事物 来供养佛陀 和他的弟子们 又不识给当地的 贫穷人家 和恶鬼 不识完之后 又为他们 讲经说法 度化他们 然后 才回到本土 以法喜 和禅定为时 在我未来 成佛的世界里 没有生 老 病 死 忧 悲 苦恼 等种种 疤难 和不善的行为 也没有受戒 或者是破戒 这一回事 或者是 连这一类说法 都闻所未闻 愿我未来成就的世界里 遍布宇宙中 稀有难逢的奇珍异宝 那些珍宝异物 和树 在十方世界的众生 都闻所未闻 更不要说拥有了 乃至于 亿亿万万年 输清这些宝物的名字 都是不可能的 愿我未来 在长久的世界里 那些菩萨们 要想见到什么样的颜色 都随心所欲 想见金色 金色就成现 想见银色 银色就成现 那些无病的颜色 虽然能够随心所欲 随意转换 胆起本质 却不会有丝毫更改 至于那些水晶 琉璃 车曲 玛瑙 珍珠等等 诸如此类的宝物 那根是 享有就有 没有任何障碍 有菩萨 喜欢阿杰流香 多加流香 多摩罗巴 沾潭沉水 赤潭 牛头沾潭 等香气 也是随心所欲 享有就有 随念而生 这些香气 虽然是随意 但其本质 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无论是 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都会及时得到响应 真正是 无怨不满 心想事成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没有太阳 和月亮 也不需要他们 那些菩萨们 身体本身 放射出的大光明 能够照到 百千万亿 祝福世界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的世界里 没有昼夜的分别 只能够 从花开花合 来知道时间的流逝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气候非常温和 没有什么寒冷 与炎热的现象出现 至于什么老 病 死 诸如此类 让人不快的 种种现象 通通都没有听说过 更不要说 有这种现象了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如果 有一身补助的大菩萨 要到他方世界 成就佛位 就以此身 就可以到 想要成佛的世界 都率天内缘中 命中 然后做佛 未来 我认得 无上证等证据后 不会在我的世界里 涅槃 直接在虚空中 就进入涅槃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经常会自然想起 百千亿万种 各式各样的音乐 那音乐 不会让听众 生计各种欲念 那音乐里 表述的 都是纯正的佛法 而那些听众 都会根据音声 做出相应的误解 师尊 我行菩萨道士 如我所见 百千亿纳有他 阿森比诸佛世界 种种庄严 种种阴罗 种种相貌 种种住处 种种所愿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独得已成就 如是等 所有庄严 但那些声纹和圆绝 不在此列 我的世界里 也没有什么 五逐恶事 地狱 恶鬼 和畜生 三种恶道 至于须迷珠山 大小铁围 土 沙 历史 大海 陵墓等等 诸如此类的物品 通通都没有 只有七宝 组合而成的 各种宝树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只有天上的 曼陀罗花 摩赫曼陀罗花 再也看不到 其他花的品种了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没有任何臭灰的 气味存在 只有纯正妙香 布满全世界 在我未来的世界里 所有菩萨 都是一身补处 更不可能有一人 往生到他方世界 除开那些 要到他方世界 成就福费的 大菩萨 世尊 我行菩萨道士 没有止迹 未来 我射手之微妙果报 清净浮土之中 所有的一生补出大菩萨 无一例外 都是我教化的 哪怕是 出发心的菩萨 都能安住在 六度波罗密中 哪怕是 散提兰世界 一旦定入我的福土 一切苦恼 都会消失的 无影无踪 世尊 我行菩萨道士 要当成就 如是等倍 稀有之事 然后 与未来世 才成就佛位 我成佛式的 菩萨树 名叫选择 剑山珍宝 之夜 覆盖方圆 一万个四天下 那树 发出的光明 和香气 能够弥漫 十个三千 大千世界 菩提树下 以种种珍宝 构成的 名叫 善则寂灭 至相等尽 金刚座 方圆五个四天下 高一万四千优寻 我在那金刚座上 跌加辅佐 于一闪念金 就正得 无上正等正觉 成就佛国 乃至于 到我未来灭盘时 那金刚座 都没有任何损伤 就算是我未来灭盘以后 也会化作 无量祝福 和大菩萨 到十方世界 去教化众生 每一位画佛 利用每一餐饭的功夫 为那些众生 讲经书法 宣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发无上菩提之心 刚一发心 就会在 神佛路上 不再退转 就算是 我变化的诸佛 和菩萨 都能够 做出如此 稀有之事 未来 我振得无上正等正觉以后 愿他方世界的一切众生 见到我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事 都及时发出 要成就福果的 无上誓愿 并且 安住在 这誓愿之中 愿我未来成就的世界里 一切众生 愿令我界 所有众生 柳琴万举 无所缺少 若诸菩萨 想见我者 在他住处 行来 坐我 都能够见到 这些菩萨 一旦发心 想要见我 都及时看到 我断坐于道场的 菩提树下 如有疑惑 我还没有开口 就已经全部豁然开朗 也都明白 一切法相的 真正含义 愿我成佛以后 注释的寿命 除开佛以外 是任何人等 都不知道的 那些菩萨们的寿命 也都是这样 我与一念之间 就成就佛果后 一善念之间 就有无量的菩萨 虚发自禄 传三法一 哪怕是他们 后来进入 涅槃寄清时 都没有一个人 头发胡子 能够长出来 也不会去穿 俗戒衣物 此时自终 都穿着 沙门的服饰 沙门哉 你真是 纯善勇猛的 大丈夫也 聪明如智 能言善计 发出如此 恢复誓愿 所作的功德 甚甚甚甚 难可思议 微妙智慧的 大作为呀 你为了众生 发出如此 尊重大愿 要去如此 微妙的净土 实在是 太难得了 你在 心菩萨道的时候 就已经在 十方 无量百千万亿的 祝福面前 广众善根 所以 一切众生 都以你为要 你的心 清津无暇 能够催破烦恼 广众善根 从今以后 你就改名为 温书施力吧 在未来时 过阿恨和沙的 无量无边 阿森之劫 如第三 无量无边 阿森之劫中 在我们现在的南方 有一个名叫 清净不够 保持世界 那时 我们现在的 三提兰世界 也都在其中 那世界的 重重重专严 清净之程度 跟你描述的 是一模一样 一切 都圆满了 你的心愿 你在那时 既 争得 无上正等 正绝 成就佛位 是一模一样 明突现如来 因果 争辩之 明心足 善事 世境界 无上志 调于丈夫 请认识 佛 世尊 这世中 只有主佛 才有的德行 你都会具备 世尊 如果 我发出的誓愿 能够成就 就在我 顶礼佛族的时候 让十方 无量无边 阿森之世界 都发生 六种震动 其中 还在时的 都与我受计 也愿一切众生 感到欢喜 和快乐 好比是菩萨 进入到第二禅情节 自在游戏 十方世界 纷纷扬扬 满天飞舞着 曼陀罗花 话语缤纷中 自然想起诸佛 讲述正法的隐声 说完之后 文书十里菩萨 合掌 常跪在佛前 顶礼佛祖 头面 刚一桌地 应是 十方 无量无边 阿森之世界 就发生 六种震动 虚空中 出现了 无量无边的 曼陀罗花 漫天飞舞 同时 出现了 宣讲佛法的音声 十方众生 都感到 前所未有的快乐 好比是菩萨 进入到第二禅 自在境界 他方世界的菩萨 感到很是惊奇 这种事情 怎么会从来 就没有见到过 于是 各自清教 当时当地的佛陀 哪里的佛陀 靠住他们 十方诸佛 各个光维 文书十里寿迹 刚才发生的祥瑞 就是为此 宝藏如来 还为文书 十里菩萨 数了一段寄宿 圣意旷大 今可还起 十方诸佛 以受主击 当于来世 神尊圣老 世界大地 六中震动 巨生满足 受于快乐 具大方广佛华言经 菩萨助出品 第二十七中记载 东北方有菩萨助处 明明清两山 明清两山 尔时世尊 尔时世尊 复告金刚 命迹主 菩萨言 我灭都后 于此山部州 东北方 有国名大镇纳 其国中 有山昊约 无底 文书是 李童子 李童子 游行居住 为主中生 于中说法 极有无量诸天 龙神 夜叉 罗刹 金纳罗 魔后罗杰 人非人等 围绕公养公进 于是 世尊 复告金刚 命迹主言 是 文书 施力童子 有如是等 无量未得 神通变化 自在庄严 光门饶役 一切有情 成就圆满福德之力 不可思议 巨大方广菩萨 藏文书实力 根本已古金竹记载 汉地 是文书菩萨 殊胜的筑地 菩萨 化身为八九岁的同男 来到殊胜的圣地 华岩金云 东北 有一座清凉山 初解是 有很多菩萨聚会 先前满山十力童子 与亿万眷属 在此地广传书法 汉地 地方菩萨 住的宫典 名罗言窟 起初解 到现在 菩萨主要的住处 具文书八字 陀罗尼仪轨中记载 佛 对金刚兽菩萨说 东北地方 大阵纳 有一座五个台的山 我不涅槃后 文书菩萨 在此游戏神通 令一切众生 得到安和乐利 传广大 传广大 殊胜的法 有天宁 八步五指 中国 古城镇纳国 五台山 已在引渡的东北方 上述而今提到的 清凉山 五顶山 恰好符合 五台山 五乱威山 气候清凉的特征 汉民帝时 天主高僧 摄牧腾 主法兰 等入中途后 以天眼神通观之 即知此山 乃文书著主 兼有阿玉王 所致佛设立他 唐时 法葬主 华言经探旋记 卷十五说 清凉山 则是代州 五台山也 于中 现有古清凉寺 以东夏鸡雪 故意为名 此山 及文书林映等 有传记三卷 唐华言宗四祖 陈冠 在所传华言经书中 一说 清凉山 即代州 燕门郡 五台山也 雨中 现有清凉寺 以碎姬兵 下人飞雪 曾五岩属 故约清凉 五风颂出 顶无陵墓 犹如雷土之台 故约五台 表我大圣 五智以缘 五言以尽 总五步之真意 动五音之真缘 故守待五福之怪 顶分五方之计 运五成之药 请五灼之灾 据法院朱灵记载 佛陀 诸图文书施力菩萨 及普贤菩萨道 刀塔 七书八十亿 杰父文书普贤 我涅槃后 取诸师塔 便大仙界 八十亿大国 一国别致一塔 诸炎福提 距八万四千 陈老门者 几望得托 令得出家 多多生死 种种利益 不可拒束 佛告文书 过世年已 如持我刀塔 只震胆 清凉山 金刚窟中安置 师尊所造塔 即白银罐 赴文书施力 普贤观音 将此罐塔 周遍大千界 一国留一罐 即一金塔 如震诞也 而时文书将塔罐 往清凉山 金刚窟 安置至今流行 令前菩萨 从台前出今下 势必职者 另一流通 乃至 我之法灭 令缩结大龙 收入大海宫内 佛去之后 文书施力 收赐经律 安在清凉山 金刚窟中 传运 文书施力 与五百仙人 往清凉山说法 故花眼睛异运 文书 在清凉山说法 故此山极寒 不生鱼树 唯有松林 森松山谷 南昊 清凉风 代州东南 五台山 名称神仙之宅野 山方三百里 集蝉岩充君 由五台上 不生草木 唯松百茂林 金中鸣 文书将五百仙人 往清凉雪山 集丝地野 地极严寒多学 好跃清凉山 所以 古来求道之事 据文书施力 不涅槃经所记载 文书 文书菩萨 在释迦牟尼如来 成就佛位之后 又投身在舍卫国 独罗聚落 成为梵德 普鲁门之子 后来 以仙人处 求出家法 却无仇对者 乃归依佛 出家穴道 驻守冷眼三昧 行西勇南士 佛灭盘后 至雪山 为五百仙 寻唱演说十二部经 后 还本生地 在尼居楼陀树下 入世灭 依照佛教天机所在 文书菩萨 是过去世 无量诸佛的老师 曾经引导 无数的修行者 正德佛国 在放不尽中 佛陀也说 今我得以成佛 都是文书菩萨的 教化之恩德 过去无数诸佛 也都是文书十名品子 未来当成福祉 也都是文书菩萨 为神力所致 就好像世间的小孩 有父母一样 文书菩萨 是一切众生 在佛道中的父母 文书菩萨 常与菩心菩萨 同是释迦牟尼佛 是释迦牟尼佛 所有菩萨底子中的上手 所以又成为 文书师利法王子 文书菩萨 形象则是一切众箭 带着其法门的锐利 以右手执金刚宝剑 断一切众生的烦恼 其成狮子 比喻以智慧力剑 斩断烦恼 以狮猴威风 震慑魔怨 震醒 沉迷的众生 这是文书菩萨的 基本形象 除此之外 文书菩萨 相应于苏婆世界 有情众生的因缘 亦有种种不同形象的视线 一般 文书菩萨的尊行 有三行文书 一级文书 五级文书 八级文书 六级文书等 文书菩萨形象多变 依照其形象 可分为一级 五级 六级 八级文书 其中最常见的是五级文书 五级文书 是因头顶绑了五个级而得名 这五级 代表的是五种智慧 一般右手握智慧剑 象征以智慧剑 斩烦恼结 或手持如意 象征智慧成就 左手持的莲花上 放置剥热金 代表智慧的思维 智慧之利剑 表示能斩断种种蠢痴 智慧 智慧如箭 清莲花 则代表纯洁无染 花上放有波热金 作为智慧与慈悲的象征 菩萨 菩萨一场陈座狮子作祭 表示智慧 威猛无比 索相披靡 无坚不摧 战无不胜 或以莲花为台座 代表清净无染 或加成金色空雀 比喻飞扬自在 在福书文书施利 不涅槃金中 福告巴陀波罗 此文书施利 有大慈悲 神蛇为国 都鲁俱落 犯得普鲁门家 其生之时 家内乌斋化如灵狂 从母幼泪出 身子金色 堕地能语 如天童子 有七宝盖随负其上 以诸仙人求诸家法 诸婆罗门 九十五种诸乱一世 无能抽对 为与我所出家寻道 五台山 位于震丹国 中国 东北部的山西境内 七山 在苏婆世界诞生之处 就异议形成 七世旁布 岩石灵寻 沟河丛生 守天地之灵气 日月之精华 是一方真正伏地 此行节第一幅 居留孙如来 应世时 就是文书菩萨道场 离经居纳寒蒙尼如来 家业如来 相继出现于世时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也同样实现 不躲恶道 能够过上圆满善力 大富丰少的生活 进而 只与诸佛出世 了断生死 不再轮回 在释迦牟尼如来 诸世时期 如来世尊 在瑟瑟的无尽 在瑟瑟的无尽居天中 为三界驻天 言说 佛术文书施力 法宝藏 陀螺离经时 对三界守护者 金刚守菩萨说道 我灭独后 我灭独后 于此山谷州东北方 有国民大振纳 其国中有山 浩约无地 文书施力同子 由心居住 为诸中生 语中说法 既有无量诸天罗 神 夜叉 罗叉 其拿摩 母后罗杰 人非人等 围绕 公养 公敬 诗文书施力同子 犹如是当 无量微德 神通变化 自在庄严 光芒饶役 一切尤其 成就圆满 福德之力 不可思议 武台山自古 便受皇家青来 青史 为始皇帝 封为元光山 汉朝时 更名灵鹫山 而到了北魏 便为武丰山 为其时 换作武台山 唐代 又称清凉山 之所以 称为清凉山 是因为 这里 地处山西省北部 平均地时 达到了三千余米 常年气候寒冷 最高温度 集中在夏季 平均温度为九点五摄氏度 年平均温度为二至三摄氏度 武台山 东台望海风 七台 瓜月风 南台 金秀风 北台 夜斗风 中台 醉岩风 这五峰峰顶平坦 彼此相望 中年有兵 夏季气候一人 成为人们 必如圣地 武台山 最为神奇的是 其掩饰之下 自带文字 有记载显示 曾有人在此 剖解掩饰 获得天地三宝 是月星 地之三宝 水或风 人之三宝 惊喜神三聚 由此可见 其神 其之处 剧传 明堂 法兰 二位天主僧 曾经云游到此 见这里 五峰环绕 犹如莲花 北望之下 发现一座山峰 犹如禅定僧人 想到此处 想到此处 乃是文殊 童子 印花之地 不由得满心 欢喜 当时 乃是汉民帝时期 此中道人 见到两位天主僧 忽然到此 不断地观察 丈量 不由得 非常惊恐 认定二者 来者不善 要和道教 争夺地盘 道教 追求长生 佛教 追求大智慧 二者 都看重 五台山 由此可知 此处 却为宝地 这种新教之宝地 道佛二教 自然都想拥有之 最终上演了 充满神奇色彩的 坟经 据记载 当时 道教只有道德经 没有被分会 乃是被一道人 叹守救出 而佛教经典 欲获不分 佛教 在弼斗中生出 故而 才有了后来的 大佛灵救死 到了隋唐时期 魔法宗 与五台山闯立 以至传承至今 五台山 作为我国四大佛山之首 自古以来 便拥有各种神迹 和传说 比如 大塔旁侧的 如来族影 其长一尺六寸 宽六寸 千佛轮向 实质兼举 而且 银房村 所在山石奇特 扑斯印度 领旧山 更有文书先生 电话离经 台词的分身公仰 五颜庙 评语起实 等等传说 如果 你要看五台山 会发现 这里山腰以上 没有高大树木 只有草垫 其间 沟河灵循 可谓是怪事丛立 奉尽弃异 顶端五台 覆盖饼须 光滑如镜 在阳光下 无视方中 七彩花光 五台山 能有如此景色 自然 和当地气候 有着直接关联 让人大叹 大自然的 为父深功 然而 据当地百姓讲 之前 五台山 并非 封顶平潭 而是 和平常的山一样 有着高高 松立的山顶 只是后来 隐文书菩萨 和南亿 一战 导致 山势碎裂 封顶消平 才有了 如今的 五台之下 这又是 怎么一回事呢 这话 得从当年 文书菩萨 经尊 世家 牟尼如来 法治 再度来到 五台山 准备 重开 道场 当文书菩萨 来到 五台山 之后 发现 这五台山 已经是 非常破败 气候 异常 恶劣 冬天 滴水 成冰 春天 飞沙走势 夏天 酷热 难挡 农民们 根本无法 到天理中 庄稼 人们 都生活在 水深 火热之中 大智 文书 诗理 菩萨 观察之后 决定 先从 气候入手 文书 菩萨 以天眼通 观察到 只有 东海龙宫的 心灵石 才能够改变 这里的现状 于是 骑着 青狮 瞬间来到了 东海龙宫 大门口 对守在门口的 虾兵 血将说道 请你们 前去通禀龙王 就说 五台山 文书 十里 来发 虾兵 血将们 一定是 五台山 文书 十里 菩萨 来发 赶紧 赶紧来到龙王 面前 宾告 大王 门口 有一头顶书着 五个发际的少年童子 骑着 青狮说 是 五台山 文书 十里 前来拜见 你 老龙王一听 赶紧叫停歌舞 命人撤下酒席 在大厅中央 铺设了华丽高座 而后 整了整衣服 散步并坐两步 来到大门口 双膝跪道 在地说道 尊敬的大致文书 十里发 王子菩萨 你还好吧 今天 怎么会光临寒舍 快快有情 文书菩萨笑了笑 瞬间下来 青狮 随着老龙王 来到了龙王的水晶宫 那水晶宫 在文书菩萨 声光的照耀下 放射出 五颜六色的光 使得更加 璀璨迷人 老龙王 攻起文书菩萨 高灯华座 做好之后 就带着在场的 六清卷书 大理参败 而后 坐在一旁说道 菩萨 当年 使家牟尼若来世尊 在灵鹫山一法会中 搬下法旨 要你重新打造 五台山清凉道场 不知现在 进展如何了 此从世尊 在灵鹫山中 搬下法旨 令我重开 五台山道场 我以后世 无佛时期 独华有缘众生 令荣年盘 清凉神经 如今 世尊已世灭 重开五台山道场的音乐 已经聚足 十一千几天 我从五境居天 来到了这五台山 见到了五台山 已经是荒凉破败 气候异常恶劣 冬天 滴水成冰 春天 飞沙走势 夏天 酷舍难荡 当地人民 都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尽快完成 世尊冲托 我通过观察后认为 要想重开 五台山道场 必须先从 气候入手 于是就运用天眼通 寻找解决之道 发现 只有你龙虎的血龙石 才能够使得五台山 变成清凉地 于是就来到你这里花园 期待你 能够把这五间 布施于我 也好拯救 这一方生灵 同时 也育成了 这一末大功德 菩萨 这泄龙石 又叫清凉石 乃是梭博世界 形成之初 盘古大神 清醒之后 随手拿起身边的神父 竭尽全力 拦腰一看 清者上升 成为天 竹者下沉 成为地 因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力竭身死 头发化为星达 头发化为森林 左眼化为太阳 右眼化为月亮 呼吸化为风 气息化为云雾 声音化为雷电 牙齿 牙齿 牙齿和骨骼 骨骼化为岩石 四肢 四肢化为山脉 汗水化为雨露 血液沉入地表 引领地球转动 天地分离之后不久 光阴天的天人们 因为浮夜耗尽 来到这地球之上停留 部分天人 因物食地肥 使得本心通空气一般的身体固化 从而形成肉身 有些天人健壮 就赶紧飞走了 留下的人们 因为身体沉重 而只好留了下来 后来 随着人类的繁衍增多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人们开始了偷盗 随着杀生 邪淫 妄语等十大恶业 相继出现于世 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当时 须弥山之底 三十三天之天人和世人 都能够通过四大天柱 自由望爱 结果 是水深共攻时 和火神柱蓉氏 在不周山大战 结果 公公是因为大败 而牧牧撞不周山 使得四根擎天大柱 倾倒 九州大地裂毁 天 不能覆盖大地 大地 无法承转 无法承载万物 大火蔓延不息 洪水泛滥不止 凶猛的野兽 使掉善良的百姓 凶猛的青鸟 用爪子 抓去老人和小孩 人间 蹲成地狱镜下 女娲健壮 心生怜悯 于是 夜恋暮色时 把天上铺龙堵住 又砍下神龟手脚 重新使得天地分离 使人间 重新恢复了秩序 女娲补天之后 剩下的一块石头 就被三十三天 自在之主 诸神之王 尸体观音 安放在我东海龙宫 因着清凉时 日夜不停地 释放着良起 能够有效地 使我们 这些龙子龙孙 身心清凉 每当我的子孙 和虾兵蟹将们 情缘不予回来 就会及时 来到这清凉时 便带上片刻 就会身心清凉 一身疲乏 一扫而光 菩萨 您应如来发指 要建设道场 我理当随喜 可是 这石头 一旦被您拿走 那我的那些龙子龙孙 和虾兵蟹将们 心缘不予回来 燥热难当 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也同样 可以去到五台山 降属吧 老龙王健壮 心智再不布施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再说 文殊菩萨 也不是为一级之死 而是为了 本龙佛时代 那些无依无靠的众生 能够挺闻佛法 从而能够往生善道 乃至于 出离三界不再轮回 这也是好事一桩啊 就算是诸神之王 尸体环英 也会遇成此事啊 想到此处 老龙王 就请文殊菩萨 来到龙宫后院 文殊菩萨 见到这清凉时 长两丈有余 宽阅一丈 后无耻又多 众约万景 那石头 放射出的凉气 散向四面八方 很是清凉 文殊菩萨 点点头 心知就是此 老龙王 见文殊菩萨 把量已久 以为菩萨 正在泛南 出河搬运 就暗自想到 我久闻文殊菩萨 具足与诸佛 同等之波热智慧 却不知道 他神力如何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即是知晓 老龙王的疑惑 微微一笑 徐徐伸出左手 弹开手掌 一道五色光芒 随之设下 那清凉时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念动震言 那硕大 无比的清凉时 顿时缩小到寸序 直接飞到了 文殊菩萨手中 随喜赞叹 老龙王之无量功德 我祝福你们 身心健康 无病无灾 遭致了断轮回 出一三境 震入到 那不生不灭 寂静清凉的 涅槃境界 文殊菩萨 一念一动 那情世 顿时出现在 菩萨面前 菩萨 欺赏情世 随即出了龙宫 悠哉悠哉 慢慢飞行在 虚空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